討論事項第二案 國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先讀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部需經理黨團先生 並推請陳召集委員郁真 與院會討論實作補充說明 宣誌完畢 好 宣誌完畢 請召集委員陳委員郁真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有沒有補充說明 不需要 好 那沒有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國土計畫法 沒有補充說明 好 對啊 好 就不用 那就不用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宴會有無異議 無異議 本案今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國土計畫法 第七條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五條 維持現行條文 那 第二十二條 請先讀 直辭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應由各級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須之跨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須圖 即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實施管制 前向國土功能分須圖除未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時辦理外 應於國土計畫所定制一定期限內完成 並應報清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前任將國土功能分須圖於使用地繪製之辦理機關 制定方法比例時辦理檢討便當禪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完畢 第22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24條 維持現成條文 請先讀第35條 第35條 下列地區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換定為國土富裕促進地區進行富裕工作 一 土石流高潛市地區 二 嚴重深波地滑地區 三 嚴重地層下線地區 四 流域有生在環境煉化或安全之餘地區 五 生在環境以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其向國土富裕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除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 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 宣讀完畢 第三十五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先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有前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三項 請行至釀承災愛者 處七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來幣五百萬元下罰金 因而至人與死者 處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來幣一千萬元下罰金 至重傷者 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來幣七百萬元下罰金 犯前上之罪者 其可職務 工作物 事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宣讀完畢 第三十九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四十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實行後二年內 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指強施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後三年內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 一併公告實施指強施縣市國土計畫 另於指強施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四年內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 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指強施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期 順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宣讀完畢 第四十五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先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本法實行日期 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定制 本法修正條文字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第四十七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遭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育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聯會有無異議 無異議 請先讀 經過二讀這條文 第二十二條 指強施縣市國土進化公告實施後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 一各級國土進化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 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 即必定適當使用地 並實施管制 前向國土功能分區圖 除以加強國土保育者的隨時辦理外 應與國土進化鎖定至一定期限內完成 並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前向國土功能分區圖 於使用地匯製之辦理機關 制定方法比例時辦理 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35條 夏立地區等由木地區主管機關 劃定為國土富裕促進地區 進行富裕工作 一 土石流高潛市地區 二 嚴重山崩地緩地區 三 嚴重地層下限地區 四 流域有生態環境裂化或安全治癒地區 五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 有嚴重影響市地區 前向國土富裕促進地區之劃定 公告及廢除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成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富裕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 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 協調合省報行政院決定之 第39條 有協調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三項 前行質量傳載害者 除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來幣500萬元以下法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 除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改幣1000萬元以下法金 致重傷者除3年上10萬元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改幣700萬元以下法金 犯前向之罪者 其懇職務工作物施工殘留 及所有使用之機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支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實行後二年內 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強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後三年內 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起 一併公告實施直強市縣市國土計畫 並於直強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四年內 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起 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直強市縣市主管機關以前向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 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第四十七條 本法實行日起 由前千月與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字公布日實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 已宣讀完畢 請問因為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國土計畫法第二十二條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五條 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 扁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扁案三讀之 決議提出覆議 並請院會隨即表決處理 包括院會 現在來進行處理扁見覆議案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民進黨黨團所提覆議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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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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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開發的這個概念 做對於國土進行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破壞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會非常的感謝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看到這個 其實包括了內政部本身自己 還有行政院自己也願意不要放棄 他們原來的這樣的一個修二的版本 那再加上我們國民黨 時代力量跟本民眾黨一起同心 阻擋了這樣子的一個 讓整個國土破壞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修二的方向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這一次是一個集體性的一個努力 我們對於這一次的這個修法的這個過程 那也當然我們也同意了一些的 這個修法上的彈性 那當然這個彈性 我們也希望未來不要再有這種時程上的延宕 也希望這個縣市能夠做好它的真正的國土規劃 未來更久的這個國土功能區分 能夠更按照既定的時程 謝謝張委員 繼續請蔡壁如委員發言 主席 這兩個月來民眾黨各委員持續的在媒體投書 在各委員會 展現出朝野政黨的國會自主 行政院的懸崖熱馬本席深感欣慰 修法之後第45條的2加3加4年的期限 恰好是國土計畫在2015年行政院部門所提出了 未來沒有任何的理由再說做不到 包括第二階段的縣市國土計畫 在內政部的審查以及下階段公布國土功能區分區圖 都牽涉到人力跟資源 如同今年初監察院糾正內政部 關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執行不力 本席也在3月6號總質詢蘇院長 關於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人力不足預算砍辦的問題 行政院必須檢討並改進 全國第一版的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圖要趕快實施 才能接續現行的都市計畫 並對於原本區域計畫法的非都市計畫土地提高管制的強度 並定期執行通盤檢討 本席也認為區域計畫法停止適用之後 應該考慮恢復納入北中南東都市區域國土計畫 以具體有效銜接全國國土計畫及各縣市國土計畫 拉近縣市間的不平等 健全都市都會區域跨域治理的法定基礎架構 其他 在立法院各黨 按提供大家持續建築整治在 如西方的實行程序上 實戰會保全球 不願意要求 製造業權 不願意需求 必須保全 包括四十萬全球 一起紅天天的決戰 和一起共同組組兩次的案件 謝謝蔡委員 繼續請武立華委員發言 對於這一次國土計畫法延長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期限的修正三讀 我想針對原住民族土地的權益 以及為了讓第二階段多增加的這一年 以及第三階段增加的這兩年更加的有意義 有兩個重要的提醒 第一個 接下來第二階段 縣市國土計畫的審議 我要特別提醒營建署所做的承諾 如果營建署訂定的農室通案性化設原則 不符合部落的慣習以及實際需求 我們可以由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 報請地方及中央審議 那目前呢 僅僅一個縣有將這個例外規定寫入 那請內政部在審議的時候 務必要提醒各縣市要把例外規定加入 第二點就是針對第三階段 功能分區分類用地別這多出的兩年呢 必須要去考量到原住民族欠缺的用地需求 這個非常需要調查勘查這一些重要的基本功 為了要做到位呢 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 因此要請內政部能夠盤點縣市的資源 匯同圓民會要寬列經費給我們的縣市政府 期待我們這個期待已久的國土計畫法 在這一次的修法之後 能夠用這些餘裕的時間 更加的實踐完成原住民族長期在生命生活生產用地不足的困擾 在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湯慧珍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先進 大家好 今天針對我們國土計畫法 原本是在4月30號應該公告實施的縣市國土計畫 因為各縣市進度落後 行政院會2月通過的國土計畫法草案的版本 將縣市國土計畫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畫設的作業 由兩年延長為一定期限內完成 引發了社會輿論一些反對的聲音 但是執政黨立即做出調整 朝野各黨團也均有共識 因盡快完成立法二三讀 趕在原定今年4月30日 應實施的期限內實行 為地方政府解套 因此內政委員會上週逐條審查後 通過了民進黨的修正版本 出審條文明定 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由原本的兩年延長為三年 較複雜的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則由兩年改為四年 這是因為國土功能分區畫設作業 涉及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 涉及了地極限畫設 嚴重有關人民的權益 必須顧及畫設的妥當性為指導原則 須給地方政府更多時間 向人民進行溝通協調十分繁複 因此國土功能分區圖作業期程 必須延長兩年而改為四年 基此才能保障憲法人民的財產權 國土計畫法修法給予地方政府 處理更充足的時間 是一項進步的立法 以上謝謝 謝謝唐委員 接下來請管碧林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 這次國土計畫法從一開始一直到今天為止 甚至於大家所認識的館長都還誤解 說這個國土計畫法 是一個替財團開後門的國土計畫法 本席在這裡要回顧一下在這段期間 其實在二月底的時候 本席就請花敬群次長到辦公室 來關心行政院版國土計畫法的內容 3月1號開始由我們的總召 柯建民總召所召集的行政立法的協商 在幾次的磋商的時候 其實已經定調 行政院版本的國土計畫法 恐怕在這段期間很難得 可以得到充分的理性的交換意見 而能夠取得共識 所以我們在3月10號的時候 本席就對外宣告了三個宣告 第一 國土計畫法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團的態度 第一 一定會廣爭意見 第二 院版的文字不會是鐵板於一塊 第三 國土計畫法絕對會得到妥適的修訂 並且在3月1號開始的這所有的磋商 其實早在3月3號的時候 民進黨就定調 即使要有所修正的國家重大政策 也只能局限在土地友善 但是無論如何 基於防疫期間社會的氛圍 無法讓國土計畫法得到很理性的社會溝通 我們終於定調在民進黨提出的黨版的時候 就已經定調我們只修45條和47條 所以國土計畫法這次的修訂 只是處理所必須要的延長時間的修訂而已 請社會各界不要再有所誤解 謝謝 謝謝管委員 接下來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委員 本席為了解決原住民族土地 以及部落的土地的使用的問題 特別提出國土計畫法的修正的條文 其中第三十五條 有關國土促進富裕地區 相關的這些辦法的訂定 本來行政院的版本是改為由中央主管機關來自行來訂定 我的版本是希望還是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訂定 這個也獲得了通過 另外就是第四十五條 非常重要的第四十五條 也就是直轄市 縣市的國土計畫的一個公告實施的日期 延後加了一年 另外就是國土功能分期的圖 也延長為四年 改為四年 這樣的一個規定 期盼我們的內政部 還有這個中央研明會 能夠積極的督導地方政府 尤其是具有原住民族土地跟部落的這些縣市直轄市政府 能夠因應原住民族的一個實際的需要 能夠去加強 尤其是能夠多聽聽 原住民族部落的一個實際的一個需求 本席在這個 另外一個條文就是第七條 本來也有提出修正 就是在直轄市以及內政部的國土計畫的一個審議會 應該要有原住民族的代表 很可惜這次沒有通過 雖然沒有通過 也期望我們的內政部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到我們原住民族的土地跟部落的一個相關的計畫的時候 應該要能夠要求和能夠爭 謝謝政委員 實在力量在修正版本又提出政府所定的重大建設或者是國防重大公共設施應該經過審議在送這個核定 那這一次呢是沒有列入修正的這個討論 通過沒有通過 那其實在國土計畫整個訂定的過程中 其實在有了這個計畫之後呢 也希望政府應該更嚴謹的來核定重大計畫 或者是核定重大計畫 希望能夠內政部在這個過程中 在核定這個縣市國土計畫的過程中 雖然沒有去明定內政部要提出這個審議的這個報告 那本席在這裡也希望內政部往後能夠三個月來提送這個執行的報告 不要再造成兩年快到之後 或者是四年快到之後之時呢 我們的國土計畫還是沒有辦法來審議通過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到現在的農地呢 各縣市要去畫作工業區 那甚至這個彰化也畫了五千多公頃的土地 那在這個部分呢 也希望在武漢肺炎疫情嚴峻 全世界這個糧食都不足的時候 希望各縣市的農地能夠善盡保護責任 大家要保護農地 那也希望環境資源部能夠趕快成立 配合國土計畫來做好環境管理 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報告委員會 登記發言的委員現在都已經發言完完畢 謝謝大家 接著吳委員齊民有一個聲明 對剛才的表決 以民進黨黨團一件事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委員會 現在我們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都市危險